死去的動物屍體衝上岸邊之後 沒有人想到裡面居然藏了 非常昂貴的寶物 這發生什麼事情呢 本來看起來是不起眼的 石頭挖一挖 居然價值1720萬台幣 但是嘉明 其實我們之前講過 很多在海邊發生的生物 你有看過就算了 更多是沒看過的 但是很可能是 生化實驗的失敗品嗎 對 明確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對海洋了解 真的不多 那有些時候當然衝上岸的 有時候感覺好像真的是 是撿到寶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 會讓你超乎你的想像 而且背後還有你想像不到的 這個陰謀 我們先來講好的好了 先來看到 這一個是在西班牙 這個一個海邊 突然有一個大型的 這是什麼 抹香精 抹香精的遺體 就存在這個海灘旁邊 那當時這個大學的研究團隊 就來到現場要來進行驗屍 要來了解說 到底什麼樣的原因 導致這個抹香精 就是死在這個沙灘上 結果我後來發現 它的身體裡面 有一顆重達9.5公斤的 一顆石頭 其實滿大顆的 那主要也就是因為這顆石頭 就是堵住了它的整個 消化排泄的通道 所以導致它出現了敗血症的狀況 才導致它死亡的狀況 那當然這9.5公斤 大家想說這到底是什麼 但是拿出來了之後 發現不得了 明君你看就是這個東西 就這顆大石頭 非常大一顆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叫做龍咸香 這個東西知道的觀眾朋友們 就知道說 能夠拿到9.5公斤的東西 這樣不容易 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剛明君也講到 這一顆剛剛看到 這9.5公斤的石頭 這個市價來到1720萬 是寶石嗎 它不是寶石 它其實是這個抹香精 我們透過動畫可以看到 抹香精其實在這個深海裡面 它其實有可能會吃一些 章魚 烏賊等等的 進到這個肚子裡面 那能消化的 那就會排出體外 但是有些時候 這個消化比較不太好的時候 它就會卡在它的腸胃道裡頭 那接著排出去 那簡單來講 它就是抹香精的一個排泄物 就是排不出去的排泄物 對 排不出去的排泄物 那因為它外面會包裹了 相關的這個化學物質等等 讓它再排出來之後 這個經過海水沖洗之後 會反而有點淡淡的一個香味 所以可以看到這張圖 其實龍咸香剛排出來的時候 大概是像這樣子 全黑黑黑的 其實聞起來味道不太好聞 但是經過這個海水不斷沖 不斷洗之後 會變成像這樣白白的 像這個白白的 大概要經過100年左右 所以如果你在海邊 是撿到這種白白的 這一種龍咸香的話 價格非常的高 最好一公斤 一公斤可以來到上百萬 所以這個價錢非常非常好 那為什麼龍咸香 這麼樣的珍貴呢 第一個當然是包含 現在禁止獵捕鯨魚 所以產量就小 那另外再加上 不是說每一隻鯨魚 都有龍咸香 因為有些可能像我消化比較好的 那我可能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你甚至你排出來的 只有百分之五可以來到陸地上 所以才會這麼貴 那龍咸香平常在古代的時候 在中國 常常就是這種高貴的熏香 有時候看到皇宮裡面 點這種熏香 或者是這種藩邦進貢的東西 都會選擇這種高檔貨 歷史很悠久 那另外在中醫的觀點認為 它是一個非常高檔的藥材 可以行氣活血 那另外在現在 對你我來說比較有影響 會用到就是香水了 這怎麼拿來做香水 明君你想想看 有些便宜的香水跟貴的香水 差別在哪裡 有時候它在噴在身上 它持香的程度 可能不太一樣 有些真的好的 像你一噴我到下班 還龐龐龐對不對 其實就是取決於這個定香劑 所以一些國際名牌高檔的香水 都會用龍咸香來當作定香劑 所以現在就知道說 它的這個價值是怎麼樣 那其實在過去 也有很多人撿到過龍咸香 現在看到這個泰國的一名酒吧 它就在這個沙灘上面 撿到了一個10公斤的金色物品 原本看起來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外觀看起來像是這個融化的蠟燭 對 所以人家沙灘走一走 看到一個大石頭 你也不會去碰它 對 所以他就想說 這個什麼東西搓一搓 就感覺軟軟的 黏黏的 也不曉得什麼東西 結果事後發現 這個就是龍咸香 初估就價值大概50萬美元 1500多萬的台幣 那另外包含在普吉島 也有另外一位漁民 他是去沙灘跑步 這故事告訴我們 運動還是有好處的 就看到這個不明物體搓一搓 也是黏黏臭臭的 結果很大顆 19.5公斤 大概是2400多萬台幣 所以看起來也不用捕魚了 這個賣掉就可以過 靠龍咸香就可以過下半輩子 另外包含在阿曼 有三位漁民也是撈到了 這個白咸香 總共有 重量的就高達80公斤 這個非常大塊 有商人願意出1億的價錢來收購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價值不菲 但後面說 那到底台灣有沒有呢 其實在台灣 也有一位蘭嶼的一個漁民 他就撿到了這個 大概600萬左右的一個龍咸香 那其實他過去過的也是比較辛苦 那想說撿到這個 那他有兒子 如果說接下來可以把這個賣掉 來讓兒子買一個房子 在這個蘭嶼這邊蓋個民宿的話 或許可以把兒子就留在身邊 不過根據了解 因為目前這個有商人來出價 但是價錢還沒有符合他的一個期待 所以到底這個價錢能夠賣到多少 其實接下來大家可以來關注的焦點 也很奇妙有時候在海灘 看到一些這個死掉的動物屍體 不只是說可以確認他到底是不是 一些珍貴的生物之外 他所排泄出來的石頭 居然也是這個無價之寶 但我們故意講到說 剛才是抹香精 擱淺在海岸邊 這還是大家認得出來的生物 到底上禮拜嘉明跟大家聊過 好像在這東南亞附近 出現了大家不認得的生物 甚至有可能很可怕到 會攻擊人 或是他是生化實驗 留下來的失敗品 對 明君 這個東西我要跟大家來解釋 其實我們在上禮拜有看到 就是一些比較難解釋的 但這個我就覺得是更難解釋了 為什麼 現在看到這個 在沙灘上看到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動物嗎 是什麼樣的 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你仔細看他的臉 他其實有這個像老鷹 鳥一樣的這種鳥嘴鳥會有沒有 而且還有獠牙對不對 而且更讓大家覺得奇怪的是 他手上還帶著一個 像是手環的東西 有人養 有人照顧 所以大家都想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 還是你是做實驗跑出來 因為做實驗上面才要編號 對不對 所以發現他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那更奇怪的是政府的態度 政府態度說什麼呢 沒有啦 這不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它是一隻海龜 明君你看過海龜 長這個樣子的嗎 這哪是海龜啦 不可能 我們要知道海龜 它是有龜殼沒錯 但是它不是說 我龜殼拿掉之後會變這樣 對啊 就手腳都不一樣 它龜殼等就是它的外殼 它的皮膚 所以你海龜 你把這個殼拿掉的話 它是直接連接到 它的脹氣的部分 怎麼可能變這個樣子 甚至現在大家普遍講法說 它是一隻碗熊 但是怎麼看 你還是覺得不太像 碗熊長得這麼嚇人嗎 對 也不像 而且重點是 除了這個之外 這一句之外 還有另外一句是一對情侶發現的 同樣跟它長得非常的類似 身上還有一些些毛 但是問題是你也看不出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生物 另外包含 這是2008年發現的 在2015年在巴拿馬 有小朋友到海邊去遊玩 他們看到有一個岩石洞小 說要去看看 結果突然有一個全身白白 光滑的一個生物 跳了出來追著它們跑 而且它們跑了之後 想說不行啊 再跑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之後它們就拿棍棒 把這個怪物給打死 然後扔下來懸崖 對 就是畫面為陣 就是這個東西 而且看起來 它嘴巴也是有像鳥嘴一樣 尖尖的一個東西 而且皮膚相當的一個光滑 那之後大家說這個是什麼 官方說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說它是一隻樹懶 樹懶不是長這樣 樹懶不只不是長這樣 你想樹懶移動速度這麼慢 它有可能追著小朋友跑 不可能啊 所以現在看起來 陸陸續續發現這些東西 當然從最剛開始發現這個地方 是在這個蒙托克地區 所以大家就叫它叫做蒙托克怪物 但是背後隱藏的 竟然跟蒙托克美軍軍事基地 默默機密進行的計畫有關係 因為蒙托克這個地方 是有美軍的軍事基地 因為嘉明剛剛講 它這個怪怪動物的手上 有綁著一個 類似是辨識用的布條 或者是識別物 對 沒錯 其實這個蒙托克的軍事基地 就是在美國外面 這個長島的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光它外觀就已經夠神秘了 你看戒備很深 還有一個大大的天線 然後現在全部都已經圍起來 因為這個軍事基地 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其實它這個軍事基地 來做什麼樣的一些實驗 包含就是心理戰士 還有時光旅行 甚至還有把人來抓來之後 注射血清 我們看到很多這種電影 都講說注射血清之後 你會變得有超能力 變得跟超人一樣對不對 所以現在大家都懷疑說 那你在從事這一種 機密性的生物實驗的時候 那這些人 這些發現的這個蒙托克怪物 會不會就是生物實驗的失敗品 跑出來的 對 甚至現在包含 這個影集非常的有名 叫做怪奇物語 其實大家也在講說 它當時就是依照這個蒙托克計畫 故事來當作腳本 甚至原本還說這個影集 不是要叫怪奇物語的 是要叫做蒙托克 那之後後來 覺得可能有爭議 所以在改成這樣 那其實在這個影集當中 這個女主角 她就是接受了人體實驗 而獲得超能力 所以這樣的一個片段 其實就是在講蒙托克 在進行人體實驗的一個經過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大家眾說紛紛嘛對不對 那當然剛剛講到 除了在這個人體實驗之外 另外還有進行一個 叫做時光旅行的一個實驗 真的有辦法做成時光旅行 這樣的任務嗎 現在聽起來覺得不可思議 對不對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要先追溯到 蒙托克計畫的一個前身 是在1943年 當時美軍找來了 電穴之父特斯拉 來秘密的研究 如何讓這個軍艦來引行 但你我可能會覺得說 你有電穴 你要讓軍艦引行 頂多就不在雷達上面回來 就像我們講隱形塗料對不對 對 結果沒想到 當時是有募集的民眾 他直說 在這個計畫進行的時候 他是看著一艘軍艦 就在他面前突然不見 真的 他覺得好像在看魔術一樣對不對 所以這艘軍艦最後去了哪裡 沒有人知道 那確實在美軍的這個官方的記錄上面 來說 這一艘的驅逐艦 埃爾德里奇號 真的他最後出役的日期 就是在1943年 就是那個民眾募集的那個年份 對 沒錯 所以到底這艘船去了哪裡 沒有人知道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蒙托克計畫 剛剛講到說這個計畫 是進行到1983年 為什麼會突然結束呢 來 繼續聽下去 這個蒙托克計畫 當時他們找來科學家 說在這個基地裡面 製造出了三個蟲洞 所以他們要做時光旅行 其實就是透過這個蟲洞 來做這個時光旅行 而且成功把人完成 送過 完成了時光旅行 是真的有送出去過 而且在1983年那個時候 他們把蟲洞兩個時間點來做對接 哪兩個時間點 1983跟1943的這個兩個時間點 來做對接 結果沒想到 時空旅行的機器發生了異常 所以在這個之後 發生異常會出現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1943年消失的這一艘驅逐艦 竟然出現到了1983年 所以他等於說 這驅逐艦透過了時光的蟲洞 回到另外一個時空 而且相差了有40年 對 40年消失的傳線 竟然通過這個蟲洞 完成的時光旅行 出現到了1983年 所以政府那時候發現說 不行 這事情大掉了 如果說你這個蟲洞 會導致整個時光大亂的話 這個計畫不能夠繼續進行 所以就立刻下令 這個基地要全部封存 用水泥來做封存 所以時至今日到目前為止 我們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整個基地當中 現在都是完全封死的 有些人是偷偷跑到這個基地裡頭去 已經是廢墟了 偷偷翻進去 看到這基地裡頭 裡面還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 你解釋不出來 真的有在做過實驗 真的有機器 所以大家想說 難道這個蒙托克計畫 是真的存在嗎 所以這些包含蟲洞也好 包含人物 生物實驗也好 難道都是事實嗎 甚至這些2008年開始 發現的蒙托克怪獸 真的是生物實驗之後的失敗品嗎 但是現在這些 當然很多美軍的文件沒有解密 所以很多人說 或許你說它的都市傳說也好 或許它是一個還不可告的利益 但是或許大家可以想像 時光旅行有